国际消息在看到中国通货紧缩的噩梦还是无减 中国统计局公布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这两个数字双双再度摊低 可见中国的消费力道现在还是不振 而中国电商为了要争抢消费者 现在就提前启动双11购物档期热战 中国年度最大购物档期双11 竟然提前快一个月就开大 堪称史上最早 淘宝天猫为了要消费者掏腰包 撒300亿红包打到两折 火力全开 中国通缩警报不止没解除危机还加剧 最近一场财政部会议也看不到 中国想正面以待的决心 俊奇陆续推出一篮子有针对性的增量 政策提出我们还有其他政策工具也正在研究中 比如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挤载空间和赤字提升空间 外资要看到的实际数字这次人没给齐 而且又是企业端纾困 没有直接从个人或加户端刺激消费 不过市场出现比较乐观的解读 认为是按于决策流程 中国才没给出具体数字 估计按照惯例 10月下旬举办的人大常委会议 届时就会有更多利多释出 外界都在看中国今年能否达到经济年增5%的目标 除了新业认为不无可能外 高盛最新也将今年中国GDP预测从4.7% 上调至4.9% 原因在于中国政府有明确表态 将加大对经济的关注 记者庄星联 陈宜珍综合报导